這九個蛋是要送給荷蘭隊的 祝他們今天晚上九局都爆蛋 中華隊加油 加油 今天怎麼會來加入這個發蛋的行業 主要是呢小滿告訴我說 他有一個祭品文 昨天呢他就講說如果中華隊能夠勝利的話 要發一千個雞蛋 那大家都知道雞蛋現在是稀缺物資喔 所以呢大家都非常期待 然後也一起幫中華隊加油 那今天呢昨天晚上贏了之後呢 小滿就這個擇日不如撞日 就是馬上就說今天要來發雞蛋 來兌現他的諾言 所以也邀請我一起到現場跟他共襄盛舉 議員怎麼看啊因為網路上大家有說 國民黨在罵沒有蛋然後現在卻在發蛋 好像公然囤倒 沒有啊因為其實基本上沒有蛋是 一般的通路或什麼的買不到 或是蛋漲價的問題 那其實實際上面也因為就是 現在蛋很難買的關係 所以小滿他剛好有認識一些朋友他們是有蛋 他們是希望一起幫中華隊加油 所以還好不容易生出的這些蛋 所以這些蛋也並不是說非常容易能夠取得的 那只能說小滿跟他的朋友能夠說是非常的厲害 那當然因為他的很多朋友 他可能是開店的啊或什麼的 他們還是有一些通路能夠買到 但是現在的蛋價確實是高 以及一般的民眾要買到越來越困難 從像以前我家做早餐店的時候嘛 一斤喔我問我爸媽喔 一斤買一箱蛋買六百六十塊 然後最貴的時候是買一箱蛋是九百塊 那就僅是我們以前家裡開早餐店的時候的頂標了 可是現在呢去年的最低價格是九百塊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廠商他們買到一千四百五十塊到一千五百塊一箱的價格 所以對於這些小店家來說是非常難生存下去的 那也希望就是說這一次是店家跟小滿一起來慶祝中華隊的獲勝 然後找出了一千顆計量送給民眾的同時 也呼籲政府要處理好蛋價跟民眾的問題 那接下來還有比賽有沒有新的技巧要來拔一下 嗯當然會一次比一次來的多齁 那這次是小滿或許下次就輪到我 然後約小滿一起 有考慮下次還要再拔蛋嗎 嗯我覺得可能接下來要去的東西越來越多啦 那所以我們可能會再找一些不同的內容來跟大家這個分享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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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剛剛幫我們講一下就是今天來發這個雞蛋的目的 其實大家都會問說為什麼突然就可以有那麼多的蛋 對那其實事情原因是這樣啦 因為大家都買不到蛋 所以有很多選民就來問我們說到底哪邊可以買得到 我們接到很多這樣的電話 家裡的老人要吃蛋小孩要吃蛋 然後生病需要養身體的也需要吃蛋 所以我們就打了很多電話給產地的廠商 會說有沒有辦法掉一些蛋 我們拿到以後我們就原價賣給這些市民賣給選民 然後這些的錢我們也不要 我們就直接再捐給公益團體 就當做個善事有拋磚引玉的效果 只是昨天全台灣的球迷跟中華隊太需要一場鼓勵 太需要鼓勵 所以不只我有發記平文 可能其他市政府或者其他的民意代表都有發記平文 我覺得我們就是大家一起把這股力量給衝起來 大家一起支持中華隊 那所以發了這個記平文之後 我們就立刻聯絡廠商 問他送蛋的時間可不可以提早 所以也盧了很久啦 所以他昨天就直接從產地直接運來 我昨天大概晚上七八點才收到這批蛋 對 所以我是確定有蛋我才會發記平文 那這些本來就是要給各位市民的 不是我們自己留下來的 我要那麼多蛋幹什麼我也吃不完 對所以整個原因是這樣子 有很多網友說就是認為說你這麼快就掉到這麼多的雞蛋 他們認為拿這個來做一些操作說 其實根本就不缺蛋你怎麼看 我們也掉很久啊 之前我們在掉的時候 市民跟我們反應的時候說沒有蛋 我們也掉了很久 可是這些事情網友不會知道 只是現在經典賽 台灣最需要的是大家團結在一起 所以這些事情我們都不會在意 他們那些酸言流語我們都不會在意 等經典賽過了以後我再一一回覆 對啊 因為今天其實還有其他的賽事嘛對不對 有沒有新的祭品 等一下我會專門留9顆蛋送給今天的荷蘭隊 今天晚上祝他們9顆都爆蛋 然後這9顆蛋我也會先成荷包蛋 回家一起分享 對 那接下來還會再發嗎 希望拋磚引玉啦 我們這樣發其實也會破產啦 對啊 所以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因為大家都說啊你有一千顆蛋是蛋蟲 如果有蛋蟲願意自己掏腰包拿了蛋 然後送給各位市民 讓各位市民都可以吃得到蛋 都買得到 那這個民生會很平穩 政治會更親民 希望多一點這種蛋蟲出來 但基本上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釣到這一批蛋的 那最後要跟那個中華隊做個交易 好 感謝昨天每一位的中華隊 感謝這一陣子一起幫中華隊加油 電視機前面的球迷朋友 中華隊會一路一關一關的闖下去 關關難過關關過 中華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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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台灣台灣 加油加油加油 今天看球賽看得怎麼樣 非常嗨很開心 我沒有很緊張 非常緊張也很興奮 因為一直互有領先 那當然最後我們能夠逆轉勝 我們非常開心喔 尤其看到我們的選手表現非常優異 那我想接下來 因為還有今天對荷蘭一戰 明天還有連續三場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集氣為我們中華隊加油 那去現場關賽 謝謝 我回去大家一看 我很多行程 但我都會透過手機啦 其實看整個賽事的進行 那當然隨時都是為我們中華隊 台灣英雄加油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季品文 等我們中華隊真的晉級好不好 前進東京我一定來好好的發季品文 好謝謝大家 大家小心喔 小心小心 中華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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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台灣台灣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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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製作王謝謝 好也謝謝玉琳跟西西謝謝 好各位 大家今天準備好要去看電視了嗎 為中華隊加油 好 好來 各位大家早 我先一個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我想中華隊現在WBC世界棒球經典賽 真的我們大家都很想要贏 尤其A組的預賽 雖然週三到週的結果不如預期 但今天晚上對義大利非常關鍵 而我們真的很有機會贏 因為昨天晚上義大利他們還打延長賽 所以我們以意待勞的情況下 相信 勝利機會是留給我們中華隊的 所以 昨天我們特別跟幾位議員委員共同的決定 之前我講說中華隊每贏一場球 我就要發50份雞排 感謝我們所有議員委員的一個響應 所以我們目前會有11位的議員委員 包括 江啟成 林德福 羅明財 台北市議員徐洪廷 李明璇 李明賢 張思剛 林濤 葉源之 劉彩薇 等 台北 新北 桃園的議員 共同響應 每個人都加碼50份 只要今天 3月10號 中華隊對義大利的比賽 中華隊能夠贏 打敗義大利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找最快的一個時間地點 合適的時間地點 來發放總共550份雞排 這是一個我們希望中華隊能夠贏球的季品文 我們也強調 數量多寡 並不是重點 但重點是我們希望中華隊贏的心 真的好想贏球 好想要前進東京 所以我們也歡迎各界都能夠加碼 踴躍的參與 或者是 如果勝利的時候 一起來共領雞排 我們都歡迎 但最重要的是 球場上的拼贊 拜託中華隊的所有球員 球場下的應援支持 加油鼓勵打氣 就留給我們來做 我們共同迎接今天晚上的勝利 有 有要實施議題嗎 還是這樣 OK OK 喔阿克阿 國智長說對 先講完 好 有需要問嗎 有 委員怎麼看 就是現在兩年會布置 好 但是說兩月真的要恢復實際的觀光的部分 是不是現在還卡在中國自己自由性還沒有緊進 確實阿 我想昨天有宣布說3月10號開始 有這個航點 以及未來的一些相關的開放的部分 包括小三通可以中轉 但是 國人當然也更期待是說 未来疫情后疫情时代 可以有更多的世界的交流 以及观光发展 那当然后续的这个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团课 观光课等等的 我们当然要试疫情的情况 来做滚动的调整 但是我们也看到 疫情指挥中心有讲说 3月20号 就会进入到林家恩的 这样的一个自主隔离的阶段 也因此看得出来 其实台湾社会也越来越趋向于 恢复正常生活 所以我们共同期待 希望赶快恢复正常生活之后 我们的观光旅游住宿餐饮运输等业者 都能够恢复到过去的荣景 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希望 在野非绿的朋友 有志一同的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合作 其实我们的共同信念 就是要给人民过好生活 过去八年因为民进党的执政 让台湾人民没有办法过好的生活 现在2024有政党轮替的机会 我们当然希望整合一切的力量 大家共同来 所以不管是民众党 不管是无党籍 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认同我们的理念 并且希望能够给台湾人民过好生活 我想绝对都可以谈 我们也一定会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讨论 一起合作 一起让台湾人民过好生活 对方有对方的坚持 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坚持 我们的坚持我想就是中华民国主权优先 所以正是台湾正是中华民国 我想也是我们对于世界各地 大家都希望能够尊重我们的立场 所以还是一样 我们期待后疫情时代赶快来临 并且我们也期待 中华民国能够跟世界任何地方都畅行无阻 我们欢迎世界也希望世界欢迎中华民国 委员现在有一个日本跨港 国会议员联盟叫日华议员肯谈会 他今年夏天会来到台湾举办 那2021年的时候他是在日本举办 那因为后来疫情也在线上举办 那怎么看他来到台湾举办 我想任何朋友要来到台湾 我们都一定是结成的欢迎 但还是强调只要是来台湾 愿意支持中华民国并且让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 能够更加提升 我们绝对展开双手 欢迎大家 我认为他这对手感应发生 就是官兵是一种一种掉下的事件 因为说不定表示他没有要推谁 他目前都排除出 官兵可能是没有到对岸的可能性 那我说 赶快把官兵找出来吧 我们昨天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想可能现在的阶段应该也不至于说 像过去这种互相偷渡过去或偷渡来 这样的一个事件 但是到底官兵在哪边 这个是国军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一定赶快要找出这个官兵的心中 那以及他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 那以及后续 我想国防部过去这两个礼拜 从马祖的缺漏事件 从相关的军纪的事件 甚至什么影片外流的事件 一连串可能都是微小的事件 但是结合起来就变成国人对于国军 对于国防部不够信任的印象跟因素 螺丝要松紧 我们才能够相信国军 有保家卫国的能力 我们当然都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军 但我们希望国军自己也要以身作则 是不是真的有过境纽约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看到应该是加州的部分 那东岸的部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我们也要求外交部一定要 确定的话也要让国人知道 而不是每一次都让国人透过这个媒体的报导来去告诉国人 还是强调 蔡英文总统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被世界所接受 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那我们也希望外交出访的时候 就是一切都以中华民国为最优先 这一点相信所有全体国人是一致的信念 我刚刚已经回答了 那想要问他这个 因为赖清德主席有找清明党和新党参讯 有吗 赖清德主席好像找清明党和新党参讯 的一些班典参讯 那会担心他们合作会影响到你们的任务 我是没有听说啦 但是还是实在话 就是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做好我们自己 2024年 我相信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 他们一定会用一切的力量 想要巩固他们的政权 想要持续的执政 一样的道理 民主政治就是 做得好可以继续做 但做不好就请换人做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对手会用什么样的战略 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给做好 包括整合在野所有的力量 包括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这算是老调常谈 但是这是胜利唯一的法则 我们就是持续努力 相信2024赢得台湾人民对于我们的信任 我想礼拜三常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不是当主席 所以我实在很难回答 是说怎么样能够整合在野的力量 这个课题很大 但是身为蓝营的一份子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我们的理念诉求 把它给讲清楚 并且我们用最开放的态度 欢迎所有在野的朋友 共同来讨论 另外常会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会有选战策略小组 在下个礼拜成立之后 就会正式启动 总统的提名一定会先协调沟通 把所有可能的人 以及胜算高的人 纳进来协调沟通 真的真的没有办法协调沟通 真的到最后破局的时候 才会走向初选 但是在初选之前 我们不放弃任何一切沟通协调的空间 因为2019年的状况历历在目 我们当然要记取2019年的一个状况 我们不能重蹈覆车 这才是2024年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感谢大家 谢谢 550分 希望中华队今天真的能赢意大利 让我们今天晚上 周际棒球场不是图书馆 今天图书馆不开张 今天我们是中华队的胜利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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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